台北捷运新一线东沿段2016年开工 当当地的路幅不宽 加上地底的土石结构很复杂 导致工程延宕 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场视察工程的进度 同时感谢施工团队们的辛劳 承诺将在114年完工通车后 未来将衔接东环段 帮助疏解内科的交通 他们有遇过土质比较差的地方 也没有到这种程度 挖土机现在泥沼作业 感觉施工人员和机具都快被淹没 画面触目惊心 这是捷运新一线东沿段工程 短短1.4公里 浅程有软弱沿土 深程有超硬沿盘 地质结构复杂 堪称史上最难的接运工程 肉肉在这个车站既有盐盘 既有软土层 还有它的扣碎带 新一线东沿段从向山站向东延伸 沿信一路六段至福德街 广池博爱园区 将设置一座广池奉天宫站 地下车站 施工团队不只要客服地质结构 向下开挖石层楼深 而且福德街路幅只有25公尺 要设计21公尺宽的车站 几乎仅贴两旁民宅 考验工程技术 真的是耗尽一切心思 甚至还有巧思的一些设计 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以及减少对居民所造成的 不管是噪音或交通各方面的冲击 真的是非常感恩 东延段虽然在2016年就已经开工 但因为地质环境导致工程延宕 期间议员和里长不断开说明会 和附近居民沟通总算盼到好消息 预计在114年完工通车 之后完工以后 我们不管是连接东西向的交通 以及衔接未来的东环段 都会让整个交通的网络 更加的方便 特别大家关注环节 那个的交通都一定有其他的帮助 东延段通车后 渴望加速推动当地都市更新 捷运局也希望把这次的成功经验 复制到环状线等其他捷运工程 尤其衔接东环段将有效疏解内科交通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为了有效遏止高招音车扰灵事件 台北市110年导入固定式声音照相系统后 效果是相当显著 检举数量下降15% 环保区4月起将针对陈情的热点 热门跑向路段 增设取缔点 要让改装合不当抄架 制造高分贝噪音车辆 无所遁心 保障民众的生活安宁 为了有效遏止高噪音车辆 强化科技指法量能 台北市从110年导入固定式声音照相系统后 效果显著 广受居民好评 今年4月起 全台北市已经增置20套 比去年增加一倍数量 至于移动式声音照相取缔频率 今年起也倍增到一年200场次 目的就是要让改装及不当抄架 制造高分贝噪音的车辆 无所遁心 保障民众生活安宁 目前固定式声音照相系统 主要设在民众陈情热点 警方提供易飙车路段 或热门跑山路段 并视取缔成效滚动调整设置路段 而其他路段会服务 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 及联合警察监理单位 执行拦检取缔 对于违规车辆 是音量超标程度 处1800元到3600元罚还 目前透过声音照相科技执法 已经取缔超标噪音车1457件 环保局强调 会持续强化执法力度 呼吁驾驶人使用原厂排气管 避免不当改装 及不当操架产生高噪音行为 以免违规受罚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将污水处理和永续水资源的议庭 带进校园内 台北市未公处109年和明德国中 中校国中 大同国小 色子国小等四所学校 签订了策略联盟 举办了多场的户外的学习体验 校园生根和绘画比赛 目的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化身污水小煎冰 一起保护水资源 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孩子们用彩色笔画出 迪化污水处理厂 附设公园的好景色 评审绞尽脑汁讨论 国小组第一名 由色子国小林玉佳同学获得 家长陪同出席颁奖典礼 分享荣耀时刻 风景很漂亮 然后地标 我们其实也换了场地 换了两次 对然后他可能看到那个地标 觉得有感觉了 他就坐下来 我觉得很好 就学生比赛可以让亲子可以一起互动 台北市公务局为公处积极推动环保教育 109年汉明德国中 中校国中 大同国小 社子国小等四所学校签订策略联盟 举办多场户外教学体验 校园生根及绘画比赛 目的就是希望将污水处理及永续水资源议题 带进校园 希望透过跟学校包括国中国小的结合 让小朋友对于我们污水下水道的处理 包括工程 还有在操作营运跟这个污水处理厂的这个管理面上 小朋友更了解 透过绘画写生比赛 让孩子们更加亲近污水处理厂 也期待他们受训完化身污水小煎冰 一起保护水资源 为环保永续尽一份心力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 周末好天气也是举办活动的好时机 为了增进亲子的感情 立法委员费洪泰在台北市广辞公裁旁 举办了同乐会 吸引到民众吸家带卷的热情捧场 包括精彩舞蹈表演和默默的亲子台的哥哥姐姐们 说唱故事强化小朋友的理财知识和观念 既生活化又欲教育乐 获得全场好口碑 跟着轻快的儿歌节奏左右摇摆 小朋友们口中的废哥哥 先跟着儿童天王柠檬哥哥跟水晶姐姐 先比个赞再转圈圈 还不时跟着歌曲抛出俏皮的飞吻 亲和力爆表 也炒热现场气氛 看你在这边跳舞跳得很开心 对 喜欢有哥哥姐姐 儿童节是五天的廉价 我们就把它移到今天来办 假日的时候 让我们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跟小朋友 共同来享受大自然 也共同来享受这种亲子的活动 不过舞台前的大小朋友在开心之余 默默亲子台的哥哥姐姐 还不忘给大家来个机会教育 宣导理财的重要 五块 五十块 两百块 五百块 两千元 小朋友动动脑先正确认识钞票 将零钱换纸钞 有了钱再来规划该怎么运用 而要累积财富 首先要养成储蓄习惯 一点一滴击杀成塔 知道钱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让他计划举例 我们跟爸爸妈妈讲 要小朋友做一点轻松的 又可以学习到的一些家事 然后给予相当的酬劳 让他酬劳把它存起来 将自己亲手编写的理财书 分享给现场的小朋友 鼓励从小培养正确的理财观 今年立委费洪泰在广瓷公宅 主办的家庭亲子游乐活动 除了宣导正确金钱观 也包含生命教育 希望借由寓教娱乐的游戏活动 带给大家欢乐又温馨的亲子时光 记者不参用台北采访报道 诈骗集团的花张可是很多 民众接到若可疑的电话 可是得要小心留意 台北市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 新龙派出所就接获到银行的报案 一名80岁的老太太 想要汇款110万元给舅舅的儿子 幸好警方是及时出现来拦阻 才保住老太太的存款 紧要关头警方赶抵现场 看到80岁的肖老太太 已经填下汇款单 赶忙出身拦阻 园警一问过程 马上察觉被害人是中了 才猜我是谁的诈骗老梗 除了再度强调不要汇款 也直接跟被害人来个机会教育 原来乡老太太稍早接获 自存是较久的儿子来电 说自己因为生病急需用钱 要老太太汇款110万元到指定账户 经过警方跟行员查证 确认已经被通报为警示账户后 老太太才恍然大悟 也对警方的热心帮忙 再三表达感谢 警方也再度提醒老人家 相关的反诈骗讯息 毕竟多一分求证 财产也就多一分保障 记得不参用台北采访报道 新闻的最后 一起来关心各地 有什么活动讯息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